要看我呢? 重頭 重頭來,就是看Jack的時間安排 我相信他跟我們的安排會有些不一樣 為什麼? 但是因為你的喜好,我覺得是突出的 所以跟我們可能又不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是的,經過剛才的一個小時的訓練 我覺得廁所的位置挺有趣的 所以他有些位置是很有個性的 所以每個人有得看到有得猜到 所以我們先看看Jack的24小時安排 因為我不確認的位置 我不知道Jack會放多少時間在工作 因為平時其實他也有多時間在公司 但如果到他自己安排的時候 他會怎樣去安排呢? 如果準備好照片就可以慢慢出現 隨時出現了,這個時間給我放監表 這個監表 很清晰地看到五大項 五大項而已 人生只有五大項而已 剛才我說是有十一個項目的 所以你是我的一半還要再少 我是很簡潔的 我的生活是很簡潔的 剛剛因為說到不知道如何分配我的工作時間 我剛才在Break的時候已經想過了 哎呀沒有了 不要緊,我繼續說 有五大項,有一大項人生必須睡覺 沒有辦法 另外那四個項目就唯有在那裡 趁小時間給工作 我決定每樣四個項目 每樣抽15分鐘出來 抽夠一個小時給工作 最低時 當然了,很重要的 一個小時夠了 對呀 做那麼多事 做什麼呢 對呀 為何要睡那麼久 因為平時不夠睡 我現在決定安排自己 每天睡八個小時 然後呢 其餘那四個項目就 就是打機,練結他,練結他,練結他 還有逛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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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 對呀,這樣就不一定要連同一起做 可以分散投資 即打一個小時 對呀,再去練結他 對呀,因為都很重要 但有些男生,不可以說有些男生 可能男生比較多打機,太stereotype 有時候我見人打機是要連貫的 我打五六個小時,我一定要打贏他 但你可以這樣散著打 四個小時已經很多 我不是好打那些,網上跟別人玩的 我喜歡玩單機遊戲,有自己玩的 Candy Crush 那些中籠牆,賣一下 中籠牆的那些是我來的 這個玩賭,那些賭的那些是我來的 很好玩的 嘩,你這麼好賭的 什麼? 賭罪呀 賭罪呀 不是,賭我 動心呀 哈哈 這個真的是理想時間來的 就不是現實可以發生的 不是的,我們寫出來就覺得 起碼你知道有目標 有目標 我目標就是這個,不做事了 所以說 因為逛街也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 你怎樣也要逛街 休息一休息 看看新的東西 因為Jack很重點 是放在找新靈感 去認識新的東西 對於逛街四個小時 輸不輸 其實夠不夠呢 但我想問走什麼街 走街周圍走 去這條街 不是說入某些行李 你先去去去去 出外活動吧 出外活動吧 OK好了 當然也包含這個 逛街那些 看食飯那些 看show 然後接 不同 show show不是有,如果有show就另計了 對的 因為這個廿四小時 就很難確切跟你說 我每天按這個 而是 將列出你最想要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看到 原來我的重心 就是傾斜了這幾項目 是的 而練結他呢 我反而想問一條 尖銳一點的問題 尖銳一點 是的 我想問你 一個星期有多少時間 練結他 即是現實生活 現實生活 15分鐘左右 你說 幾天會年齡是 總時show 或者一天 一天會不會有時間練 我想一天要抽兩小時 不是啊 現在現行 也有的 那也好一點 你希望拉長度有五個小時 但不知道自己能否堅持 但練結他的過程 是否相對起 音樂我不是太懂 會不會單調一點 因為你是重複彈 所以可以一邊看片一邊練 可能是不對的 如果大家有玩音樂 或者有教別人樂器 看到我這樣練 可能會罵我 但我自己覺得 有時有些句子 你當作一句惡句 是 你練好了 你要適合音樂器 但其實你練到差不多 你心裏已經知道大概 那個音樂器是怎樣 那你便可以不用再聽著拍攝機 或者在上面 因為你練到熟悉了 你主要是想… 哦 肌肉訓練 即是肌肉記憶那些 對… 有時有些地方可以放電話在前面看別人打機 即是在網上YouTube看別人打機 但自己一直在練 一直在彈 雖然有五大項 除了睡覺 你睡覺不會突然有聽音樂打機看那些 你專心睡覺 但其他時間 我不想的 我不想專心的 但一睡就睡到那麼久了 即是現在已經到達到床立即睡著 那個疲累程度 對 已經再彈起來了 即是中間多久的時間已經沒有了 嗯 但你睡醒是精神的 不精神的 啊 不知去了那幾個小時 應該是睡得不夠多 所以應該是八個小時才是 總之長一點時間 應該不可以像現在那麼短時間 現在不夠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簡而結的時間安排 是呀 是呀 不如讀一讀那個項目出來 即是它有哪幾個項目 運動運動娛樂清潔自己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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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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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發呆還有一個 娛樂娛樂發呆 她還有午餐和午餐 五個小時 它很認真地在正常世界內 因為他8個小時工作 他還很理性地發現 原來有一小時的工作時間 他要去午餐 他8個小時工作 有8個小時睡覺 對 很平衡 這個人 我們直接看這位1號的同事 他這麼乖 是 絕對是一個很均衡的生活 吃的有足夠時間 睡的有足夠時間 然後又要清潔自己 對 還要表明一段時間 他不可以只寫清潔 他要說清潔自己 可能他有一個沒有寫給我們 是清潔其他家的 其他都不清潔 就是自己的身體 有點難猜 因為他 剛才說不可以按字跡 對 不可以按字跡 不知道為什麼心裡的直覺 給我的感覺是Eric 他有工作6小時 早午餐一共3小時 還有逛街看東西買東西 Figure 3小時 通過 沒錯 Netflix有3小時 運動有1小時 看AV1小時 閱讀1小時 這裏跟阿雪一樣 有3小時的濕碎時間 但這些濕碎時間都寫得很明顯 有固定的事情一定要做 有固定的事情 6小時要睡覺 他真的很仔細 他很清楚 他明白自己的人生 而且你要留意著 他工作那一間的人頭 是有點不開心 有點苦惱 有些出汗 有些爆炸的狀態 而他在逛街那裏 又很開心 還有AV那裏 都是比較圖文並茂的 是 畫了一些部位出來 大家要看市場才聽到 是一個懂畫畫的人 其實不用說 我已經知道了 只是Figure那裏已經出賣了他 沒錯 很多地方都出賣了他 相信聽眾 你們聽到都知道這個是誰 直接開估 直接開估 看一看 不會有錯 這個人就是 Tone哥 Tone哥的 他寫的東西很明顯 跟他在生活上 或在節目上 跟我們坦露的一樣 很多都是Figure 他常常看在口中 然後他有個AV突然之星 這個是誠實且正直 我覺得這個男人 第三位這一位 都寫得 工整得來有些多東西 等一下 我讀一讀 他有六個小時的睡覺 然後是戲、報劇、發呆、無限循環四個小時 這些是Loop著做 然後約朋友 他約朋友是很特別的 他是分開寫的 所以我都按他的要求 約朋友是分開各自一個 為什麼 兩班不同的朋友 可能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玩Chill 一個小時 然後是Chill 讀了Chill 又要Chill 然後工作是四小時 他是偏小的朋友 所以不夠 Jaco小輝 然後就發… 我不用你半個小時 不過沒辦法 On Air 每個人都聽著 發外讀處 又一個小時 然後是讀處 再一個小時 然後是下午 又一個小時 其實他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我只要說 可能他不是一個很懂得整理自己人生的人 我這麼直接 對 因為… 對 但他發外讀處那裡… 他比較特別 就是他很多發外讀處 這個字不斷地出現 但他是零散地擺在 二十四小時之間 但他是非常強度需要 因為是很放鬆的 舒服的時間 加上是超過八小時 應該是 所以我猜他真實的人生裡的這個人 應該就是那些我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的人 即他根本就沒有 schedule的人 即是沒有schedule的人 即是這是他今次我們的計劃 但他平時真的不會想自己這一刻要做什麼 他人生就是free 他真的很free 他真的很free 工作是可以盡量少少少 但我需要很多自己的個人精神時間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